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国宝档案 今年是龙年 龙是中华民族吉祥的图腾 今天我要为您介绍的是一组装饰有龙纹的青铜器 它们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礼器 先民们用这些青铜礼器来祈祷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在中国湖北省博物馆的展厅中陈列了一件青铜尊盘 它的主人是中国战国时期的曾侯仪 尊盘上装饰了数量众多的各种龙行文 包括奎龙 吃龙 囚龙等 奎龙就是一种近似龙的动物 中国古代书籍《山海经》中对其有这样的描述 壮如牛苍身而无角 一族突入水则避风雨 其光如日月 其声如雷 吃龙是龙是龙的儿子 其身体和腿似龙 而面部似猛兽 他尾部上卷 身体呈盘曲状 囚龙是一种有角的小龙 曾侯仪尊盘 由两部分组成 上面为尊 下面为盘 尊是酒器 而盘是盛水器 青铜尊的口言呈喇叭状 宽厚的蜿蜒翻折并且下垂 上面装饰有玲珑剔透的盘毁透空花纹 形似朵朵云彩上下相别 在尊颈与尊腹之间 装饰有四只立体的暴形浮瘦 浮瘦躯体由透雕纹式构成 它们沿着尊颈向上攀爬 回首吐舌 咱同尊的腹部和足部 装饰有四条立体的球笼 它们形象生动 主次分明 在铜盘的底部有四个龙形族 口言处附有四只蜂耳 也都装饰盘毁纹 四耳下还有镂空的奎龙 龙手下垂 四龙之间各有一立体的盘龙 浮于口言处 这件青铜尊盘铸造工艺复杂 周身布满了大大小小不同样式的龙造型 整件器物既和谐又统一 颇具王者之气 这个砖盘呢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是到目前为止 出土的青铜铸当中 纹是最有环绕的一件 所以应该说 这件器物本身 各个地方 都是由龙门在出现 在装饰 应该说是非常精美的 非常精彩的一件器物 它实际上成了一种摆设 那么济世时候 使用了一种礼器 中国古代的先民 以种植农作物为主 而天气的好坏 直接影响农业的收成 正是由于这种原因 为了能够风调雨顺 五谷风登 人们都十分重视 对天地的祭祀 相传 龙的出现与水有关 据周礼考工记记载 龙是水神的象征 它能够沟通天地 乌风唤雨 因此工匠们开始将龙的形象 装饰于青铜铸器上 人们用装饰有龙门的青铜器 来祭祀 以此向上天祈祷 风调雨顺 期盼着来年有好的年景 这个龙在史前世 已经开始出现 夏商时期 就是我们这个先进时期 那么这个龙为应该说是圣形 那么各种器物上的装饰 也包括青龙器 也包括其他的一些器物 这是一件中国商代时期的龙行工 它是成九器 外形四周 翘起的前端被塑造成龙行 龙的神态高傲而威严 在中国商代的各种青铜铸器上 龙闻更加常见 这时的龙大多近似于爬行动物 它们的造型既质朴粗广 又有一种雄浑神秘之美 反映出古代人们对自然和力量的敬畏 这件西周早期的眼猴鱼上的龙纹饰十分精美 它以奎龙纹的形式装饰在鱼的两侧 占据了气身的绝大部分 据专家介绍 龙纹的头顶上多了些羽毛状的凤冠装饰 更像是一种龙头凤冠的合体 这也正是西周时期龙纹饰的一种风格 它寓意吉祥如意 万象更新 公元前十一世纪 周朝灭伤 据说周武王伐伤时 曾有一只赤色的凤鸟落在周人的社庙上 凤的出现代表上天降降锐于周 所以在周朝的青铜礼器上 凤的形象更为突出 龙纹相对弱化 这是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西周追鬼 鬼的气身较大 骨腹圈足 腹部两侧有龙形耳 龙成回首状 仿佛若有所思 鬼的周身还装饰有连体和卷体龙门 这是西周的鱼龙门盘 盘底是一只盘须的龙 它的头部硕大 眼睛突出 龙须细长 鼻梁竖指 龙身如同蛇身盘绕成圆形 通过这张踏片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整个龙的轮廓 在盘的内壁四周 是首尾相连的鱼纹 整件器物寓意团团圆圆 年年有余 中国春秋战国时期 龙门的吉祥寓意更加突出 因此 这时青铜器上出现了大量的变体龙 以及龙奔合璧的造型 曾侯以尊盘就是其中的代表 你找到春秋中期以后 那么这个青铜器的纹饰的装饰 又有发生很大的变化 一个工艺本身的变化 第二个纹饰面貌的一种变化 比如说潘自纹 潘奎纹 中国春秋战国时期 青铜器上的龙 偷出了瘦的特征 龙被加上了与虎相似的四足 看起来它更像是用四肢奔跑 而不是像蛇和鳄鱼那样爬行 这种变化 这种变化使龙更加恐武俊美 神采飞扬 中国秦汉之后 青铜器上的各种龙形开始统一 而且基本定型 这是一件唐代的龙文镜 仔细观察您会发现 这时的龙 尖耳 兽足 蛇躯 呈走兽状 龙的各部位在此时也都有了特定的寓意 偷弃的贤鹅代表聪明智慧 龙脚表示设计和长寿 龙眼表现威严 龙尾象征灵活 龙尺则代表勤劳和善良 这件黑龙江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中国金代的铜座龙 由黄铜铸造而成 是金代时期皇室的御用器物 龙的形态呈蹲坐式 尾部上翘 右爪放于地上 左爪抬起放在祥云之上 龙手微扬 龙口大张 仿佛在银笑 威武雄姿令人敬畏 为了更好的观察龙的细部特征 我们找来了它的全形踏片 在踏片中我们可以看到 龙的牙齿 龙的舌头 还有棕毛都刻画得十分细致 龙的整体做工精巧流畅 在中国古代的青铜器上 与龙纹经常一起出现的还有虎纹 龙虎组合形成了中国古代青铜器上最具威严之气的形象 这件距今两千多年的龙虎四环青铜古作诞生于中国春秋时期 它的造型文是以龙虎交缠为主题 古作的口言处盘绕有一周龙虎形象 龙的造型囚境与老虎交缠在一起 可谓龙盘虎具 显示出威猛的气势 用龙和虎的形象作为青铜古作的造型 寓意趋灾避难 国泰民安 还有这件龙虎纹童尊 也是一件典型的龙虎造型的青铜器 童尊上三条造型生动的盘龙 相互蜿蜒盘绕 龙手探出 中间是立体的虎头 神秘而庄重的纹饰 令龙虎纹童尊颇具王者之气 龙代表天上的神灵 虎是大地上的百兽之王 这些带有龙虎图案的青铜器 代表了天与地的融合 表达了中国古代先民 祈求与上天沟通 保佑平安的美好愿望 出于对江山设计的重视 人们常常选择在新年一时 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 为新的一年取下美好的愿望 而带有龙纹的青铜礼器 则成为祭祀活动中的主要角色 每到祭祀大典之日 各种装饰有龙纹的青铜礼器 摆满祭台 正如中国古书中所记载的那样 顶成续 鬼成套 力成祖 斗成对 盘仪相配 人们拿起青铜绝 将绝中的美酒洒向大地 预祝粮食能够喜获丰收 最后将酒一饮而尽 盼望先祖保佑子民 幸福安康 随着时代的变迁 如今这些青铜礼器 已经成为博物馆中的珍贵文物 但青铜器上的龙纹 因为寓意吉祥 仍然受到人们的喜爱 这些青铜器上造型各异 生动传神的龙纹 体现出中国悠久的龙文化 同时也表达出中国先民 对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的美好 期盼 感谢您和我一起 穿越历史 感受国宝 分享文明 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 再见